但您关注战云密布的朝鲜半岛局势 将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未来发展 在下半场节目中我们将讨论李明哲案的最新进展 今晚海峡论坛节目邀请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以及中华财经法学会秘书长吴汉博士 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 美国精英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脸书直播网址是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也就是V-O-A-C-H-I-N-A YouTube直播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V-O-A-C-H-I-N-A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尝试未能阻碍 副总统彭斯星期天的朝鲜半岛之行 载着彭斯和他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 星期日下午如期抵达首尔 彭斯一行在从华盛顿飞往东北亚的长途飞行中停下加油后 离开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一个小时后传来了朝鲜导弹试射失败的消息 副总统的助理说 彭斯很快与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取得联系 空军二号在跨越白岭海时 随心记者得到了有关局势的情况介绍 彭斯星期六离开华盛顿 开始为期十天的四国之行 他将在日本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停留 这是他首次对亚太地区进行正式访问 他将就贸易 经济和安全议题 包括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举行会谈 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 但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 人们似乎对朝鲜接连不断的挑衅已经习以为常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6日下午抵达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开启为期十天的亚洲之行 彭斯抵达韩国之际 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型号不明的导弹 但试射失败 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 但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的气氛 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 旅游景点依然熙熙攘攘 人头攒动 一名36岁的丹东市民说 这没有什么可看的 这是他们的事情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与朝鲜新一州隔江相望的丹东 距离朝鲜常常进行导弹和卫星发射试验的 无水端里基地只有140公里 距朝鲜远程导弹试验基地 东仓里不到50公里 一位42岁的姓林的丹东居民说 朝鲜的挑衅毕竟不是件好事 之前我作为百姓来讲 我还是不想朝鲜 做出这么样挑衅的行为 对朝鲜 对半岛局势 对中美俄韩都不是一个好事 庞斯星期天抵达韩国后 首先前往韩国国家军人公墓 国立显中院 展开访问韩国的首相日程 他星期一将会见韩国代总统黄教安 预计双方将再次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 庞斯定于星期二离开韩国 前往日本 印尼和澳大利亚访问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开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改变对台湾代表队的称呼 将台湾代表队从原来的中华台北改称为中国台北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最近举行的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称 中国队3比0轻取中国台北队晋级 在中国电视上的字幕播音员的播报 新闻媒体网络贴文等也都用中国台北 以上是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 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 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 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 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 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 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 无线电广播 官方网站 脸书 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话 新闻有好有坏 美国之音直播到真相 朝鲜半岛局 美中关系出现大转弯 美中台关系将如何受影响 台湾公民李明哲被中国政府积押调查近30天 美进党政府营救李明哲有哪些选项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16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张佩芝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 今天晚上我们要带您关注朝核危机 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未来发展 以及李明哲案的最新进展 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 叶博一 博一你好 佩芝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一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 那么这个北韩果然是不负大家的期待 昨天热闹的阅兵今天又发射飞弹 虽然失败 那么朝鲜半岛的情势仍然是在继续的 紧张的展开当中 我们究竟要如何的来面对 这其实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议题 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所为大家在台北请到的呢 是两岸问题 还有这个全球国际关系的专家 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 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 吴汉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武汉博士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继续请佩芝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 谢谢博一 也欢迎武汉博士来到海峡论坛节目 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里 我们很高兴请到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 赵岩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讨论 赵岩先生您好 你好 佩芝博一好 吴教授好 大家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出问题 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 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 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YouTube上直播 请您在脸书的搜寻栏中 进入VOACHINA 也就是VOA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主页 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 我们YouTube的直播网址是YouTube.com 写线VOACHINA 欢迎您在脸书和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 4月15号星期六是朝鲜开国领袖金正日成诞辰105周年 当天朝鲜罕见地邀请130位境外媒体进入朝鲜采访 观赏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隔天朝鲜从新浦市发射导弹 韩国军方表示这次试射已失败告终 在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 美朝之间紧张局势似乎一触即发的虫时 美中关系出现大转弯 川普在竞选期间时常把中国拿来当剑拔 强烈抨击美中贸易的不平衡 不过在川习会前川普发推文表示和中国的会晤将会很困难 不过川习会后隔天川普发文表示他和习近平建立了善意和友谊 但要贸易问题仍然要继续观望 川习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川普和习近平星期三就朝核危机再次通话 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 我昨晚就朝鲜威胁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很好的通话 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条推文中说 我向中国主席解释了 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 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 他星期四进一步表示 我对中国适当处理朝鲜问题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中国无法做到 美国和他的盟友会这么做 除此之外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和习近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积极的 而且他们了解彼此 那么我们就要请赵岩博士来分析一下 您是怎么看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这种关系的大转弯 你好 对不起 我首先不是博士 只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学者 那么我觉得在杨洁篪来的时候 事先就给川习会有一个定义 他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那个不久的会面将是历史性的 那么这个历史性的高度 他提前就给预报了 就是说有尼克松当年访华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 对这样的历史高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大家的说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在否定 那么我就说 我说他那次跟这个提勒斯在这个白宫会谈的时候 如果提勒斯和川普 对他所讲的问题不满意的话 川普不会给他七分钟时间在这个过道 跟他握握手还谈了一些问题 那么事后提勒斯又去这个韩国 又去中国 那个时候的很多这个专家和学者 无论是大陆的左派还是右派 无论是海外的右派还是这个爱国派 包括这个美国五角大楼 CSIS这些专家 他们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已经走远了 现在是很多人都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了 赶紧转向 那个转得非常急 脑筋急转转弯 转得非常快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对川习会这次这个 对高度 杨洁时是那样定义 当然他定义只是他说 但是做事和决策 要习近平和川普来定 那么习近平这次到这个佛罗里达 我们也去了 热烈地欢迎他 那另外一个话题 确确实实 让川普和这个美国政府呢 感到这个非常的意外 那么他不仅这个说了 一千个理由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要搞好中美关系 没有一个理由 这个破坏中美关系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那么到他走以后呢 这个新闻界很多 这个现在还都没有报 那么呢 我在推特上看 因为他这个回程的时候呢 他的飞机起飞 不久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 和美国新闻媒体都报 我在分析 少一个人 很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他带来这个参谋长 叫房洪辉 那么他留在美国 事后这个在房洪辉之后呢 又从北京又飞过来很多人 大约这个有几个团队吧 那就是习近平在这次 两天前三天前 跟川普通话的过程当中 自己讲述的很清楚 那中美在这个人文交流啊 在政治啊 外交啊 军事啊 文化啊 以及贸易谈判上 和这个网络问题 以及这个黑客攻击的一些事情 都要全面地进行 这个重新的梳理 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啊 就是说 中美两国确保总统来访时 有些问题要解决 一个是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的经济对话 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社会及人文对话 四个高级别对话的机制 我为了大家理解清楚 把这个原话念一下 那他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 双方团队要密切合作 确保总统先生年内访华 取得封锁成果 这个年内访华指什么 也许是十九大之前 也许是十九大之后 那么这两个人的会谈 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就是要对金三胖的 核危机问题解决 那么这次电话 我们也看到了川普说 我们希望这个中国自己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中方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说的很肯定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和盟友也要进行 就是我们把重复这个原话 就是为了分析什么意思 原来那是中国自己可以解决 因为这个矛盾 这个问题本身制造 就是由中方制造出来的 由中共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 因为他满脑里都是毛泽东思想 满脑里都是金日成的思想 包括现在的中共党内三号人物 张德江 金日成大学毕业的 还有这个党内现在五号人物 这个刘英山 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后代 而且对这个朝鲜的政治制度 是倍加欣赏 第一 他们高举这个社会主义大旗 第二 他们又是这个 可以搞世袭制的传统传下去 那中共现在搞的是什么 搞的是集体世袭 所以他们在这点很有切合 那么习近平这次来 让大家都大跌了眼镜 他完全打破了这个 党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这个想法 他全面地跟美国合作 我刚才前面说了已经几大方面 那么到十月份 十九大开的前后 应该是十九大之前吧 他去中国 三胖的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 那具体的方案 防洪辉也罢 还是具体的专家 都要拿出一个非常详细 周密的计划 是 好 谢谢赵岩先生 我们来问请问一下台北的这个武汉博士 那么在台湾的方面是如何看这个美中关系方面出现这个大转弯 美中的关系这样似乎热络起来这样一个情况 在台湾方面当然基本上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转弯 大家都抱以这个非常警惕 尤其对这个执政当局来讲 本来执政的这个蔡政府是这个亲美日远中国 可是现在美中关系一下搞好了之后 那么将来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去安排 要布局可能要大费周章了 那么当然这个尤其对于这次这个朝鲜的问题 那么朝鲜问题也具有一种某种示范的一种作用 也就是说当它变成一种区域冲突的时候 那么两个大国之间 它会不会进行某种共管的一种机制 那么像这次朝鲜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看到这个核四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导弹试射 搞笑的让它来失败 那么将来台湾如果台海出现了这样的紧张局势 美国跟中共之间它会不会达成某种协议 来共同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在台湾好好深思的一个问题 是 好 谢谢武汉博士 那么赵燕先生您是怎么看 这个朝和危机对美中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对美中台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切记 有人说这个解决朝鲜问题 大陆会用一种方式来交换 那么包括这个我在佛里达还听说 说习近平在里头跟川普说 那个你来解决这个朝鲜半岛危机 那我就来统一统一台湾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都是很多人靠自己的意想 他不是靠客观实际的问题的进展的分析 那么习近平如果说对三胖有一个大动作的话 那我觉得他下一步对体制内和大陆内部的整个的国家的社会 社会形态的转型会有一个相应的改革的全面的突破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学课本里讲说 江委员长经常说 这个安内必先攘外 事实上现在得说 中国大陆现在因为转型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很多社会问题 包括党 党 共产党内部 它很多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在三次这个大历史转折期 一个是50年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个 对美国和联合国的战争 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全面的崩溃 那么在世界舞台上最后剩一个阿尔巴尼亚 那个外交的小伙伴 非常的直惨 最后这个国家差一点崩溃了 那么第二次就是由于邓小平 这个也是独断专行 毛泽东也是独断专行 但是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 跟美国合作 打了这个越南 打了越南以后 中共才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和美国人民的支持 搞了这个整体的国家的这个经济改革 当然政治改革 他想进行180度 邓小平没有这个能力 他也没这个勇气 没有这个魄力 那么事实上进行了90度 还有90度 需要下一个这个接班人和历史人物来完成 那么这个历史人物既不是江泽民 也不是胡锦涛 历史的大人可能就在放在这个习近平身上 从哪开始 从三胖开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 谢谢培志 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请教在华府的赵言赵先生 就是究竟这个美国跟中国要如何来对付朝鲜 第一个就是 虽然我们看到中国对于朝鲜已经下了一年的禁煤令 就是禁止从煤炭禁止煤炭从北韩进口 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说这个中国对于北韩最近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贸易量 不减反增了 所以就好像啊 给予外界一些想象 就是说你中国是不是这个想要制裁北韩 只是做做表面功夫嘴上说说而已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海湖招眠之会的时候呢 这个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就炸叙利亚给习近平看 那么之后呢 再又后来又投了一个号称是炸弹之母的这个大炸弹呢 炸了这个阿富汗 这样子的一个武力示威 加上现在卡尔文森号的战斗群又开向了朝鲜半岛 那么刚刚这个配置也介绍了川普有说 如果说这个中国不愿意帮忙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可以自己来做 有关于这些是不是都是做给中国 以及做给北韩看的您的看法 是这样 就是川普这个人呢是说了就要做的 那么中国呢有一体制内内有很多的人反对 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 像张德江这种金城大学毕业的 还有林云山这种 包括前面这个辽宁省委书记 王敏被抓起来 那都跟这个 都跟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啊 和这个经济上的往来啊 暗中支持都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下一步习近平如果要单方面的 由中国来 来这个取消这个朝鲜的核危机的问题 他党内必须有一个进步的侵起 就是侵朝派 就像三胖清理这个张成泽 张成泽是亲中派 本来张成泽要跟习联手 要用这个三胖的哥哥换这个三胖这个位置 在朝鲜那里搞这个改革开放 但事后呢 由于这个张德江和和这个林云山啊 包括这个中英康原来的这些情报方面的这个官员啊 透露的消息 导致了张成泽这个被三胖杀了 而且这个这个计划流产 那么下一步如果想心不心想大干的话 他必须对体制内像张德江这种人 林云山这种人 这个潜在的定时炸弹给一定的清理 如果不给清理的话 他答应川普的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成为这个空中楼阁 那么下一步就是说要看习近平自己在掌握了全面的军权以后 现在我们看他应该是掌握了全面的军权 他下一个动作应该是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说 沈阳军区有20万的这个军队和医院都已经列在了这个鸭绿江畔 包括这个几十艘的潜艇都已经游动到这个朝鲜啊 这个附近的海域了 应该说他已经做好 正在做好这样的准备 所以说是不是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这时间还得拖个半年 大概到十月的十九大之后才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得出来呢 中方部有人现在已经放消息 要求三个月之内放下武器 就只放掉这个核计划 如果他不采取抛弃这个核计划的话 那可能习近平和川普他们秘密会谈的一些内容 就将全部的这个展开 是好的谢谢赵燕先生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武汉教授 就是这个刚刚赵燕先生也提到 其实在海湖庄园之会当中 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其实谈了很多 这个当然一个是关于美国国内的贸易问题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是就是北韩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两个之间也是环环相扣的 那么当然也有消息指出说 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之会的时候 有说希望这个拿这个北韩的问题 来换这个换取美国延迟对台军售 还有希望美国能够重申一中政策 反正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则 大家外面搞不清楚 他们只要听到一中美中方就非常的兴奋了 那您觉得如果真的中方希望合作的话 会不会美国在川普这样一种 商人思维利益挂税的情况之下 会危及到台湾的一些国家利益呢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这个川普在过去上就任以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他形式风格都是快人快语 而且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那个包袱 他比较讲究的是利益的问题 也就是怎么样对美国最有利益 那么所以在竞选的时候 他虽然一直强调这个孤立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可是上任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已经不是在用孤立主义来处理了 包括这次我们看到他处理叙利亚 处理北韩的问题 这个都还是维持了美国的 传统的过去的这个国家利益 在思考问题 那么当然跟中共之间 它是如何去交换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会更明显 不过眼前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现在的就是一个北韩的问题 那么北韩问题 那么现在放在台面上来谈的 就是北韩换的是中美贸易的问题 那有没有把台湾的问题放进去呢 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一段报道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贸易的问题 如果将来这个中美之间 能够达成更好的一些共识 或者一些协议的话 那当然会对之后 美中之间进一步的合作 会有很好的一个契机 那这样当然对台湾的问题 相对的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了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 真的是我认为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至于对于这个美台军售 过去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 美国愿意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 那么可是将来是不是因为跟中国之间的交好之后 那么在这些方面就开始要延迟了 那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问题 那我想简单的请教一下 这个吴教授 您从川普上任到现在 您的看法 您的观察 到底台湾就是 是美中之间这个一个叫价的筹码 还是其实台湾也可以跟中国一样成为一个 像美国一样的一个出价者 到底是台湾可不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台湾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它能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是我知道我们思考的 所以台湾过去在处理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时候 是相对比较低调的 那么通常是在美国的势力保护底下 那可是到了马英九的时候呢 采取了一种相对等距的 就是跟中国大陆跟美国跟日本 采取一种等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然这个各方面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呢也都维持了一定的这个互动跟交往 那我觉得台湾目前来看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是美国是独强 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相抵抗力的时候 那么一面倒向美国这是必然的 但是在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已经慢慢的要做这种 这种合作式的这种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 那台湾在这里面真的是要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定位 那么如何去维持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 等具友好的关系 我想这个才能保证台湾的最大利益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佩志 好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在脸书或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直播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请问一下赵岩先生 我们知道您在美国的时候进行 在过去年的选举总统选举当中进行了很多的观察 那么川普在这整个竞选当中一直拿中国当作剑拔 最近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访访访问的时候 还说现在他已经说中国 他不会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那么在贸易上面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北韩问题上面 也会在贸易上会有好处 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样子 在这种贸易跟这种汇率上面 川普是不是有做出了一些让步呢 应该是贸易应该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川普应该是受到一个意外的 非常惊喜的收获是他没想到的 因为习近平这次来全面的合作 贸易的问题接下去会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接触 但是摩擦也还会有 因为两个大国之间不可能没有 3800亿的贸易顺差的问题要解决 也是一个不强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就是习近平答应在贸易和基础设施上 对美国有反向的投资 那么中铁公司 我前一阵还在调查他们一个 为了洗钱在内华大洲搞事 完了现在的前年欺骗习近平 现在我们看到他到加州的洛杉矶 去继续欺骗习近平 但是跟洛杉矶有一个地铁的工程项目 已经签署了协议 当然这个是违反他们原来过去签署的 给美方的另外一家公司代理 这我们今天不说 就是说贸易现在问题 已经开始展开进行探讨 中兴公司赔了16亿美金 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逐渐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会 都会慢慢的 中国政府自己也会慢慢的 按照世贸的规定和中美贸易的规定 来规范自己的很多行为 这样贸易顺差慢慢会解决好 至于这个前面说 台湾是不是一个砝码的问题 台湾是一个砝码 但是回过头来 台湾也不要自暴自弃 我上次在节目就说 台湾应该主动的配合美方和大陆方 不能叫中方 因为台湾现在也不是一个国家 它只是中华民国一个政权形态的存在 大陆也是一个政权形态的存在 如果中国的两岸的两个政权 能和美国共同采取一个行动 对付三胖 对整个大陆的和平进程的统一 和整个社会的转型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在脸书和YouTube上面的网友 对潮和危机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以为我网友 就凤林火山问这个赵岩先生 他说如果金家王朝土崩瓦解 大海民国半岛统一 统一后的韩国会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吗 还会抵制乐天韩祸吗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 旧有的传统思维是有一些 但是更多的老百姓都清楚 你比方说乐天 我原来所在上市公司 第一个跟外资合作的项目就是乐天 我搞过那个项目 当时给公司赚了很多钱 那个产品拿出来 和朝鲜的产品拿出来 那全中国的人14亿人 没有人会去选择朝鲜的食品去吃 都会选择乐天 什么东西好 什么东西不好 老百姓心里自然有个尺度 如果两个北韩和南韩能够统一的话 对这个中国事件 核危机没有了 东北三省没有了危险 中南海也没有了危险 如果现在这个核危机不取消 它一旦这个常卫山火山爆发 一千年爆发一次 倒霉的就是整个东南沿海 一直到福建 包括浙江的所有的部分 福建的部分部分 都要受到这个火山爆发 埋的污染 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不欢迎 这个朝鲜南北这个统一 这样朝鲜南北统一 对中国两岸的统一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和推进作用 就像当年东德和西德 先这个推倒了柏林墙以后 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人类最罪恶的这么一个团伙 阵营的倒塌 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好 谢谢赵言先生 我们来接听新北黄先生的电话 新北黄先生你好 喂 是 黄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 这个北朝鲜的国父是金日成 越南的国父是胡志明 这两位都是共产党出身的 但是今天的越南 对外开放 经济繁荣 一片欣欣向荣 反观北朝鲜 闭关锁国 穷兵独武 名声凋敝啊 还会饿死人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 朝鲜半岛的问题 能够和平解决 所以希望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加上北朝鲜 南高丽 能够五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进行和平谈判 消除北朝鲜的疑虑 把北朝鲜引回国际社会 国际秩序的正轨上面 谢谢 好 谢谢您的评论 好 我们来接听何北张先生的电话 何北张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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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朝鲜问题 比较慎重 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 还比较客观的 因为 他不愿意在家门口发生战争 这样可以理的 韩国也不愿意发生战争 至于北朝鲜 那个政权的性质 所决定的 还是应该 从 谈的角度 当然说 中国有为难的地方 中国你说 总之认为中国施压不够 可是中国 也不可能 能够决定 金正日 它的一些方言政策 但中国已经进了 许多力量了 所以主要问题 不要被北朝鲜那种 气势 所迷惑 他实际上 他也并不想 主动说什么 主动出击 什么意外防御 他也不敢 所以他采取一些行动 无关乎是 给国内的民众打气 因为他们 管理国内的局势 谢谢您 好 谢谢您的评论 那么关于朝核危机的 相关讨论 我们先告一段落 我想这个朝核危机 和平得到解决 是大家的期望 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里 我们就要来一起 关注台湾公民 李明哲被失踪案的 最新进展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英为您推出 繁体中文版的 脸书和推课 是啊 我们在Facebook和Twitter 现在改名做 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还会继续为 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 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精英繁体中文的 脸书和推特 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 和电视内容 时政 经济 文化 娱乐 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 我们期待同美股东 请您赶快来关注 美国精英繁体中文版 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 给个赞给我们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张佩芝 和中广新闻网的叶博 一起主持今晚的讨论 长期关注的 中国大陆维权问题的 前民进党党工 台湾公民李明哲 3月19号 从澳门入境广东珠海后 被失踪 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 中国政府证实李明哲 因为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正在接受 大陆有关部门的调查 李明哲妻子李静瑜 原定4月10号到北京救赴 但是因为台胞证遭注销 计划因此受阻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 政府的责任是 维护国家尊严 以及维护国人 人身安全和权益维护 政府会尽力让李明哲 早日平安返国 在此之前 台湾陆委会表示 事发以来 多次和国台办联系 海基会也多次 发函给海协会 法务部和刑事局 也通过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及此法互助协议管道 进行联系 请大陆方面 尽速公开 李明哲关押地点 涉及触犯的法令等等 但是大陆方面 均未证实 台湾政府的要求 国台办发言人 安丰山表示 由于2016年520以来 两岸联系沟通和协商 谈判机制已经停摆 海峡会委托了台湾 海峡两岸交流服务中心 这个机构 转交李明哲写信 给父母和妻子的亲笔信 这位转交信函的是 海峡两岸交流服务中心的 执行长李俊敏 但是李明哲的妻子 李静瑜发表声明 不止因为中国政府 果真像前客说的 绑匪集团一样 也因为我国海陆两会 及国安单位在对岸严重 竟然连一个前客的分量都不如 如果我们绕过政府 去接受一个前客的条件 我就是出卖了台湾的尊严 因此拒绝了通过李俊敏 这样非官方的中间人的协助 那么首先我要请教台北的 这个来宾这吴汉博士 李静瑜这样的做法 引起部分人士的批评 很多人认为要把李明哲 营救出来要紧 但是他说自由和尊严必须兼得 如果只有自由没有尊严 就活得像狗一样 我不希望李明哲的一生 活得像狗 您是怎么看李明哲案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李静瑜剩下有哪些选择呢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李明哲这个案子 到底它属性是什么 它到底是一个政治事件 还是一个法律案件 那么如果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当然它就涉及的层面 比较广泛 如果是一个法律案件呢 它就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单纯 那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所有的人权议题都涉及政治问题 所以它当然跟政治议题有关 但是呢 因为中国大陆最近 开始实施一个 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办法 那么那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法之后呢 那所有境外的 非政府组织人员进到中国大陆 如果从事相关的活动 都受到这个法的约束 那么也因此之故 是不是李明哲先生过去 因为长期的跟这个大陆的维权人士 或者是组织有来往 而被中国大陆已经关注到了 那么所以这次进到中国大陆 就被这个关押起来 然后要问话 要厘清一些某些问题 那基本上 依据过去我个人的观察经验 那么李明哲因为他是台湾人 所以在进了中国大陆之后 大概就是应该是比较是相关的问题 把它厘清了之后 案情搞清楚了 应该就会这个离开中国大陆 当然这个中间过程当然造成台湾家属的紧张 不安 甚至于包括所有关心李明哲先生的人的不安 我想这是一定的 那么至于说用什么方式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其他营救的方式 像我们可以看到了 那么这个李静瑜 这个透过享用资深的力量 进到中国大陆 那么他的台胞证被注销了 那么也无从进入 那么是不是透过政府的力量 那政府现在目前就两岸之间 没有政府间的往来 所以政府也使不上力 那么是不是透过其他的这个NGO 或者是公民团体来营救 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闹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与其如此呢 不如就是我们透过可以运作运作的管道 让李明哲先生早日脱困 能够离开中国大陆 我想这个事应该是第一要务 是 谢谢武汉博士 让我们请教赵岩先生 您觉得在台湾 就是关于要低调处理 还是高调处理 这李明哲案 有不同的这种争议 您是怎么看的 您认为是要低调还是要高调 低调高调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能尽快地让他回到台北 恢复人身自由 如果高调对他回来有利 那就高调 低调对他有利就低调 以人为本 这是最重要的 自由和尊严都很重要 但是他首先从那个看守所出来 才最重要 那我的看法就是 大陆这个广东省安全 安全这个部门 这个机构 抓了这个李明哲 完全是对这个台 台湾这个中华民国 抓了这个一个陆生 25岁的陆生 是27岁 我记不大准 就是那个陆生 对日本 台湾这个驻日本的 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 有一个收买的这么一个动议 那么台湾的情职部门 把他抓了 事实上这个孩子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老道 没有经验的这么一个 即便是一个间谍 他干所谓从事的工作 是有人受益 或有机构受益 跟大陆情职部门有关系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应该说还没有伤害到 这个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政权的根本 因为他年龄很轻 他也不可能搞得 太多核心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一个 叫什么呢 叫这方面的一个小厨 那么他既然没有 更多的犯罪的活动 不像我在北京被抓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人 在大陆潜伏了18年 连这个邓小平几点死 曾庆红他妈 爱打什么仆 开始使用什么样的麻将 他都掌握了 这属于用法律的角度看 他属于做了很多大事 那你把他这种人留下 还有意义 现在李静宇 李静宇先生李明泽 显然是一个 帮助大陆民间进行维权 推进大陆民主政治 如果这两个做交换 看上去是不对等 就是从这个法律概念讲 政治意义概念讲都不对等 因为李明泽是没有犯罪嘛 但是根据大陆新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恶法 就对NGO这个管理组织的办法 确实它涉及到这个恶法的相关条款了 涉及到相关条款了 那要解决的不是李静宇一个问题 是要解决这个恶法的根本问题 你要解决这个恶法的根本问题 那也通过全国人大 也通过国务院这个立法委 因为这个法律是部门立法 它不是民主立法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现在搞一个法律出来 你要不经过这个立法部门通过 不经过全体人民讨论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陆呢 由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共产主义意识 和专制意识的这个渗透 部门立法根本不跟老百姓商量 你要去弄这个法律 你弄这个人就得弄这个法律 那就会很漫长 所以我同意那个吴教授的观点 上次我说我不同意王丹的观点 王丹教授的观点 让他尽快地恢复自由 做个交换就完事了 至于这个渠道是通过民间的 还是政府的 还是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 还是民进党跟共产党 不要管这些事 这都是这个不重要的形式问题 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恢复自由 才是第一位的 赵远先生 您过去有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经验 那我想这个 中共政权 我没被那个台湾政府关押过 是中国政府 香港也没关过过 都是中国 是 那么您的这个经验上面来说 我想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说 李明哲这个被失踪将近一个月 那么他过去一个月的生活 可能会是怎么样 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怎样 最糟的情况又会怎样 因为李明哲这个本人 我没有接触过 我就是看他推特 他出了事以后 看他推特 他这个 他内心充满着正义 内心充满着爱大陆人民 爱这个 爱中国这样的情节 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非常好的人 那么他做的事情 其实大陆的执法部门 他们也都清楚他在做什么 就在做推进中国进步的事情 从我以往的经验看 他如果是国安部门抓的 因为大陆抓这种人有两个机构 就是一个是国家安全部门 一个是公安部下边的一局 现在叫国内政治保卫局 简称国保 有时候老百姓开玩笑 管他们叫大熊猫 那么就这两个部门 如果要是前面国家安全部下属机构 广东省安全厅 他们抓的 那李明哲的这个境遇可能就好一些 因为广东省安全厅一年也抓不了 抓不了几个人 大约也就十个人左右吧 因为原来那我在这个 安全部看上所大鸿门 北京的这个叫国际监狱这个地方 被关过 有一个人那就是从 这个广东省安全厅那边押送过来 就是南华早报的那个 一个记者 他的同案在北京 就把他从广东押过来 我曾经跟他交流过 我说那广东省安全厅的看上所怎么样 他说挺好啊 那个那个 我一个人一个屋 警察也没多人这个管 自己也寂寞 有时候还拽着我出去打打网球什么的 所以如果要关在那个地方 他应该不会这个有皮肉之苦 相对这个安全部门的这个 干警的素质也高一些 他也没偷情报 也没偷军事情报 所以对他呢应该不会 我的判断啊 不会这个有这个皮肉之苦 吃的吃的方面在安全部的看上所 和各省的安全厅的看上所 的待遇比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 月待遇要多 就是我04年被关押的时候 那个时候每个人那个月 月的经费 大家是国家给拨200多块钱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100多块钱 中间要差80块钱的这个距离 所以吃住住条件 可能一个人一个屋 也可能两个人一个屋 最多三个人一个屋 不会五个人一个屋 而且有这个洗澡 你也可以看书 就是你做了没事 听完监规以后 你可以看书 就是我在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他不会有皮肉之苦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 谢谢佩芝 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赵炎先生 就是这一次关于这个李明哲被捕的事件 有这个有人判断说是在广东省的公安厅 他们这个为了某些原因 可能就抓了李明哲 那么您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跟这个当初的这个铜锣湾 五人被失踪事件 是不是有相这个类似的地方 那么您觉得这个 像上一次我们好像也请教过您 但是还是想请您再为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这个是地方的这种安全单位 所谓还是真的是中央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我刚才说了 如果他是从这个对待这个中华民国 抓了这个陆生的这个问题上看 两个事件离得这么近 应该是他们想希望那边给一个交换的 这么一个条件和措施 那应该是一个报复事件 而不是其他 因为现在在大陆真正的这个台谍 估计广东省安全厅掌握的也不是很多 更多的都是在其他这个北京啊 上海可能更多一些 那么那广东省安全厅抓不着这样真正的间谍 拿一个这个假的假的这个所谓 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事件 来做个文章 目的是要把那个人换回来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 我分析这种可能性最大 至于跟铜锣湾这种 那个那个那个 熟电这个事件 应该是一点边都不沾 我分析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赵燕先生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要请教这个武汉教授 那么刚刚这个赵燕先生认为说 应该是可能是对于台方逮捕周洪旭的一种报复行为 那您想请问您的看法 此外当然也很多人说 如果这个一个只是一个好的公民 刚刚赵燕先生也介绍过了 只是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换已经都会被抓 未来有任何的人 这个大陆都可以这个随便安你一个罪名 然后就把你抓起来 其实到台胞不就是到大陆都人自围了 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大陆在基于维稳的情况底下 也维持政权的稳定底下 他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办法 那么让这些包括国安部门或公安部门 他们都有这个执法的依据 所以这个台湾的人民到了中国大陆去 那的确是要非常小心 包括你是台商都一样 只要你万一不小心动辄得救就被关押起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李明哲一件 在过去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不小心就关押起来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李明哲先生只是因为刚好是蔡政府跟这个大陆之间 这个政府沟通的管道没有 所以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了 而且还有就是说 今年刚好是中共十九大 那十九大之前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的状态 那所以在尤其是属于这种维权 或者是境外的组织或者人事 到大陆来做一些联系 我想这个可能会变成一种重点的问题来做检讨 那我觉得当然李明哲可能对自己的行动并没有那么注意 就是像刚刚赵元坚讲的也许是满腔热血 所以一去了之后就正好上了人家的套 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赶快尽早落幕 不管按照这个他这个管理办法来看 如果没有不符合大陆的这个规定的话 应该可以驱逐嘛 是 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然后要搞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是多此一举的事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佩芝 好 我们现在要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来接听山西福先生的电话 福先生你好 福先生请说 山西福先生 好 山西福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我们来接听台北肖先生的电话 台北肖先生你好 你们好 北韩跟台湾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枸杞跳墙跟人质 那北韩方面这个人质 就是把那些记者压在那边 还没放走以前 那就准备合适了 那台湾的问题 只要你蔡英文承认过九额公司 不要说一个李明哲 十个都给你放回来 这个是政治不是法律 那共产党的法律就是 法律没规定了 你就不能做 民主国家就是说 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 那是很大的差异 那如果是说 政治能够解决的 什么都会变好了 谢谢 好 谢谢您的评论 好 我们来看看在脸书和YouTube上面的网友 对李明哲案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一个网友叫Newo说 由于现在资讯发达 感觉李明哲案的影响超过千岛胡案了 真不知道两岸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当初千岛胡案李登辉果断发声 而现在蔡政府无能的令人厌恶 让李七一个弱女子怎么办 那么武汉博士您是怎么看的 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 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应 而做出很多批评 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要处理这个问题啊 当然以目前的蔡政府的确有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因为如果假如说两岸之间 政府之间有联系的管道 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管道 来表达我方的看法 所以现在尽管陆委会做了好多次的抗议这个宣示 但是都没有效果 那当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要营救李明哲先生 当然是我认为用可行的管道 就像刚刚赵炎先生讲的 你不管是你高调 如果高调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那我们就高调 那如果假如高调不行 那我们就用低调 那低调那到底这个管道是走谁的管道 我觉得是以有效为主 就是说太介意了 那是国民党的 或者那是共产党的 我觉得这个都无济于是 是好 谢谢吴安博士 那么赵炎先生 您觉得这个此案对于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上次说过 这对两岸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习平要 刚才这个吴博士说习近平这个十九大之前 要怎么样怎么样 会紧一点 我倒不同意这个看法 就是说十九大之前 这个李明哲一定会回到这个台湾 因为新盈不希望十九大之前 有这样和那样的杂音 如果台湾的这个做出一个姿态 把那个陆生两边一谈 通过一个中间人 当然那个钱客 那个是要钱的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你也可以找不要钱的管道 把这个愿望释放出来 那个孩子也就二十多岁 跟李明哲的年龄也不是很大 你做一个交换 这很简单就完事了嘛 那通过哪个渠道 美国也可以 日本也可以 韩国也可以 台湾自己也可以 香港也可以 总有这样的渠道 就是你去找就是了 但是李明哲的太太 自己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上次我在节目里建议 你就应该来马拉格庄园 这个海湖庄园 跟这个在外头 你拿一个条红 你喊 你晚上拿喇叭喊 白天拿喇叭喊 极会听到 是 好 那么谢谢赵言先生 吴汉博士 那么您觉得这个李明哲案 中国政府是不是要对台湾 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一分钟的时间 谢谢 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面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主张 那么主要就是这么讲 就是说他李明哲 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位阶 不是一个中间观瞻的人 那所以 把他拘捕起来 那也许就是 地方的 某些治安单位的一个 作为 那么如果他把它 他变成了这么一个 举国都看得见的 这么一件事情 我想这也不是中共所乐见的 那么当然他对台湾人民 会不会带来比较恶劣的影响 这个也一定也免不了 但是对中共来讲 现在是如何把这个 烫手的山域 赶快丢出来 这是比较重要 好 谢谢武汉博士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博弈和武汉教授 在台北中广新闻网 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赵燕先生 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的参与 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 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YouTube频道 或在我们的脸书上 收看海峡论坛直播视频 并留言评论 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以及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另外美国之音也推出了 繁体版的脸书和推特 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 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的 我们在Facebook和Twitter 现在改名为 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还会继续为 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 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 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 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 时政 经济 文化 娱乐 无所不包 请您赶快来关注 美国之音 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 给个like我们吧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 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 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 美国东部时间 4月19日上午9点整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郭文贵先生的专访 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 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 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 没有人知道 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 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 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 无线电广播 官方网站 脸书 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话 新闻有好有坏 美国之音直播到真相 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 我在推特和脸书的名字都是Peggy VOA 也就是Peggy VOA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佩芝 祝大家晚安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认访 你 下期见